牛生活 今天介紹這個任務 就是要尋找科展題目 它的定理跟尋找 做科展是一條很辛苦的路 我想給我老師大家得清楚 所以我一下可能會追求我 這幾年來的一些研究經驗 然後跟大家分享 那因為我不是專家 所以我只會幾個領域而已 好 那我就開始了 就是說 像這句話其實我蠻喜歡的 這是固態物理 大概是第六章 這句話我非常喜歡 In a theory which has given results like this They must certainly be a great deal of truth 他意思就是說 如果你今天有個結論 他做出來的結果就會像這樣的話 每次做結果都一樣 那他後面一定有一個很真實的事實 在哪裡 那我是覺得這個寫的是在看 那這是羅倫茨 羅倫茨 1902年的諾貝爾獎勢 像羅倫茨的爪伴 愛因茨茨的夢境交易 愛因茨茨的廣一箱對爪 下一箱對爪 就是靠這個羅倫茨的爪伴 這就是HA羅倫茨 那他做了什麼大貢獻呢 他真正被搬到諾貝爾獎 是這個 他跟這個Z-MAN 他們解決了一個光學的問題 那菩薩的影響 做出了一個傑出的貢獻 那當然他是很強的理論大師 那等一下我演講的方式 大概就會摳幾個主題 就是說我們先回到1900年代 假設在那個時候 我們對一些問題都不知道 我們從那個時候出發 然後我們來看看這些大師們 他怎麼有辦法 從這個角度去切入問題 實際上1900年代 所認識的物理跟現代 我相信是差十萬八千年 對 差太多 所以即便在當時 他有一個很合理的解釋 現在來看其實都還是差滿意 可是至少他可以抓到一個方向 真實 非常厲害的地方 所以我在這邊大概就有一些 有辦的那種 你知道嗎 就是說 什麼叫做自然科學研究的道理 我在美國 也做了兩年投資 那兩年的期間 其中指導教他跟我講過 我覺得他講得真好 那大家在那邊你在幹嘛 所以我問他 哎呀你不要忙這些 你只要Data給我看就好 什麼意思 他說只要有好的Data 就會有好的科目 所以這個就是最主要的精神 有好的Data 才會有好的Paper 任何研究都一樣 科展也是 假設今天我們去看國中小學科展 你為什麼會頒獎給他 一定是他量Data 量得很認真 對不對 量得那麼認真 就算做不好 至少也給他一個研究精神獎 對不對 所以量Data 是一個很重要 很重要的科學 那什麼叫做好的Data 這個是美國老闆在講的 你不要真的相反 你給我看 我覺得這好Data 就好Data 再也不管你 先看那 好 再看這好Data 那就 這個好 很重要 所以好的Data 基本上會分正齊的 其實到時候我會 你版中 各位這個 剛得到特优的作品 我們來分析一下 查理工夫 拿七 對 拿幾點 這個 什麼叫好Data 什麼叫好Data 就是你要有量測 分析 好 第三個 客重物性 你不能說今天兩道 明天兩道 不行 比較 就是在線性 非常在線性 再來 後面兩個就比較難 就是理論方法 理論 還有你有沒有模擬 像去年 對一下的 蝸牛球 好 因為我有參與補照一下 那蝸牛球做得非常好 可是初步我看到蝸牛球的時候 是 大概只有兩次的分析 後面理論模擬 可能比較清楚 所以我就建議他理論 我就幫他找來一些配合 跟蝸小老師一起合作 就加一點理論 咦 我們就看出主名政當 Lanking 還一個錯加進來 那最後模擬 我說 還要寫電腦神絲模擬 我就問他們會不會寫兩次 不會寫 好 那我教你 老師 我們要考試 沒辦法 都有點太重 所以後來模擬這一塊 就沒有放進去 結果科展評審 最後國展的教授 在平常的作品的時候就說 你們怎麼不做模擬呢 不做分析 他就插隊 然後後來就知道第二名 第一名的話是 那個第一名是真的做得很好 版面很漂亮 該有 全有 就是這幾個 全有 所以我覺得 這個就是我中 中 中 中的所有的科展作品 大概想出了這幾點 其實你會發現中小學作品 然後會在哪裡打算 在這 他的題目大家都做過 比如說電子炮 到處都有電子炮 從去年新年 小學國中高中 到處都有電子炮 所以你會發現電子炮不用再做了 就是說 那他們為什麼還可以再做 就是他改了什麼 測量 我改成電容啊 我改成 我們要誰打得比較遠啊 對不對 改電壓 改什麼 你看其實都是在這裡打轉 可是基本上的故事就沒變 那像這種科展就比較不容易得到 懂不懂 因為大家做太夠了 那什麼叫好 paper呢 這個放出四個結論 假設你今天要寫一篇論文 那篇論文 你絕對不是只有一個重點 對吧 一定會有兩三個重點 然後呢 這個論文 欸創新沒有看過 最重要的是它有故事 所以寫論文做科展 最難的就是要怎麼 都出一個故事 這個很關注 就是你要怎麼自圓其說 講個故事 再來第四點就是 別人要可以重複 像我就記得這個 最新的諾貝爾 諾貝爾化學甲 還是生物甲 那個女生啊 那個是生物來化學甲 化學甲 就是 就是 就是他 發明了一個 什麼 很偉大的理論 然後 就等到諾貝爾獎 就他今年把他 內修配合 撤回來 撤掉其中一片 啊為什麼撤掉 因為覺得他做得準 別人做不準 啊 所以他自己在繼續重複 後來才發現好像有個問題 那因為他已經是諾貝爾獎得出 不可以 那個 他就吃過 當然他得獎的那個 還是 還是在那裡 所以就是 這個很重要 可重複心態 當然第五個就是重要性 就是說你這個 若文到底 是不是對人類社會有貢獻 那最後這些都是 在一起 其實這個就是科展最高 知道意思 你有沒有兩三個重點 就像 譬如說 蝸牛群 他就滾下來 你就不是 滾下來這麼簡單嗎 一定會有些奇怪現象 比如說 當你水漿要多少 AW會怎麼震盪 水漿要多少 半吋會怎麼震盪 你至少就會看到好幾個重點 臨界神是什麼 對不對 那如果全部改成 屢字的 木幻字的怎麼樣 兩三個重點 也不要太多 你不要搞了十幾個重點 十幾個重點 你的問題就會變成 你不知道重點是什麼 我們也會不會這樣割展 哇 他的目的寫了十五個 天啊 我這十五個目的 那 所以比如說我們這家 小朋友 要認識女生 目的就只有一個 對不對 那你十五個目的 天啊 我 想過頭 不知道這個 可以進去 所以兩三個重點 對不對 那其實做研究就跟擋平方圖一樣 這是我跟清大教導的 就是當你為了帶學生去做高商科技 我就靜置下去做 帶著學生去清大 跟著去學 教授就給我一張作品 跟著去學 每次常常討論 我做完聲音就討論 教授特會聊 他就一直跟你聊 其中有一句話 我覺得他講得很好 他說不安 我覺得做研究就跟打平方圖一樣 為什麼 你還打不安 你要打不安 你要打不去啊 學了一定好啊 老師做不出來 你就跟他說 你哪邊做錯 你再回去做 然後 那太多了 老師還是做不出來 那你跟他講 那你再換另外一個調節鍋 換水啊 然後你再裝作一次 就是一來一往 你如果不是這樣一來一往啊 這個 就考一下 所以基本上這個是這樣 學生有他的考量啊 老師也有他的考量 基本上就是一直打來打來 快點研究 不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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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打出來了 阿曼的研究 就會像什麼一樣 研究常常會失敗 場上就會什麼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看過這個 學生他們也會這樣 就是 你預期他做一點什麼事情 這個 常常就不知道 常常他沒事 所以我們當老師 這個耐心要不夠 耐心不夠的話 基本上 這很難下去 所以 那 接下來 研究最難的是什麼 現在大家開放 來 同學 你覺得研究最難 找什麼 你覺得研究最難的 你覺得研究最難的 找什麼 找題目 哇 這同學有概念 哇 厲害啦 沒有錯喔 研究最難的是要問一個好問題 吃完吃了 問一個好問題 幾乎就成功一半了 有概念老同學 有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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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研究最難的就是 你要能先問一個好問題 然後再來自問一下 其實你當你問出一個好問題的時候 其實那個答案大概就在不遠的地方 大概心就快要找到 所以就會發現能問出一個好問題 這個 是相當不容易 我舉例來說 我現在隨便舉例 比如說 SILICON到處都是 矽晶元到處都是 那為什麼我用SILICON來做LED發光嗎 你不要 你不要跟我什麼生化家 淡化家 不要不要 那麼多 你就SILICON 直接發光就好了嘛 對不對 是不是 所以我就會問了一個 那能不能SILICON之間 能不能心化 所以這個就是問了一個問題 那這今年的NATURE的配合 果然就有人做出來嗎 雖然不是百分之百的SILICON 可是它已經用到折了 六角形的折 六角形的折 其實它是可以 You're a character 就是直接能心 所以你看像這個都沒有直接能心 直接能心 直接能心就是這個可以直接對到這裡 所以這樣它跳不上去 就是它跳上去 你看它跳上去沒有位子 它要靠一些INTELECTION這樣 所以沒有直接能心 那這個就OK 這個有直接能心 跳上去 你跳上去要有地方待啊 到最後它掉價錢才能發光 所以有直接能心就簡單 這個沒有啊 這個沒有啊 這個有啊 所以它就兩個把它兜起來 所以那題目就是SILICON 跟磁的L合金 而且要還是剛六角形 二零二零最新的 所以各位並不是說 能做不能做 而是另外一個點子 那一個點子 有了之後 你能不能知道它背後的東西 你要知道誰可以誰不行 譬如說這個可以 自己可能不行 那你有沒有辦法用什麼方法搓一搓揉一揉 讓它們可以 基本上是這個概念 所以這個是最新的配分 然後現在我就叫我學人陳柏環在像這個 所以他現在就 看他天天都在揉這個三毛巾 看你這 算算什麼跟那種愛一樣 一般算算是不一樣的 因為第一次的研究 通常要直接 能面對這個 這個今年的配分 研究配分 那又譬如說呢 活病 大家常常都聽到 石墨西 石墨西 活病 那如果今天讓各位來做活病 你可以想到什麼問題 對不對 可以想到什麼問題 所以我們的教育一般都沒有問 學生怎麼去想問題 對不對 所以要 平常就要讓學生添麻糬麻糬 可是我們考試又更正體質 所以其實我們都生活在很毛澤的時代 就是一直抵觸 可是明明科學就是要一直想 所以不想抵觸 那這個問題 我現在舉個例給各位看 這個 現在他24歲 他已經發了四篇Nature 他一再成名是在2018年 他同一天發了兩個Nature 因為Nature的期間 一收到這篇之後 快速掃過之後就直接灘燈了 也不省 因為太重要了 直接就灘燈 所以他一再成名 一細之間就是朝園這個年輕人 一再成名 那他那兩篇是哪兩篇 那兩篇就是我要給各位講的 鬼病的故事 我稍微提個例子 就是鬼病大家都天天聽到 那為什麼到他那邊 他就會想成這個樣子 對不對 大家都聽到什麼東西 那為什麼就這個年輕人 他怎麼做 他做了哪兩件重要的事情 他發現呢 那如果我們對石墨烯加微弱電廠 冷卻到1.7K 這時候本來是導電的石墨烯 會變絕緣體 好那光這一點就滿了解的 就是說本來是導電嘛 理論上你降溫降溫 那到底再怎麼樣還是投一批啊 金屬你再怎麼降溫 難道他就是金屬嗎 對不對 這技能可以讓他變絕緣體 好 那這個是第一個很重要的發現 那真正讓他一站成名的 不是這個 而是下面的 他發現呢 如果他稍微調整一下電子 讓雙層石墨烯轉一個 那個magic angle 1.1度 這時候他就變超老底 哇 所以那個natural editor 一收到這邊 然後再看一下數據 立刻就拔了 他也不管了 因為就拔了 而且你知道超老底的故事太多 1911年ONUS做出廣的超老 一直到現在人類高溫超老 還是做不出來 所以他竟然用那麼簡單石墨烯就可以做出來 而且他所謂轉1.1度 什麼意思呢 就是這個六角形 對六角形 對不對 上下片疊在一起 然後中心軸都對正都是疊在一起 轉一個1.1度 就這樣 故事解鎖 那為什麼是1.1度 聽說 聽說啦 聽說是這個草原 他自己先逼對的算一算 發現是 好像是1.1度 他才去做實驗 對不對 各位 你看我們台灣也很多人都鬼病了 雙層 3.1.3.4.5.6.3.大 亂加一通一堆 可是中國大陆培養出來這個小朋友 他18歲就覺得很白癡 这个 他现在在美国就会觉得很难 不得了 所以我的意思是说 我们要找个科展题 并不是说要多标心地义 即便是大家常听到名词 你稍微改个条件 那重点是你有没有想法 他有想法 因为他觉得他短一个角度 他这样子立学会跟他一般一样算一算 好像会有一些奇乐的心思 所以他才去做这个实验 真是超远 所以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 其实可以去最终这样 看这个小灯的方法 所以这个一发布 一天就通知 看灯两天 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 其实我们自然界还是有很多未知的 所以你如果不保有这个赤字 你自己要去探究 基本上这个问题 好 那 看了这些例子之后 我们来看一下 就是站在评审的角度 刚好我也是今年的评审 站在评审的角度 我们如果快速在几分钟内 我就要决定你的作品是好来往 我们心目中有某种的转折 那这个是以前前辈的 这个教授教我们 Q&A之一 因为你想想看你也没有时间 你如何要短暂就知道 真的好做不不好做 那什么意思呢 Q就是质问质疑 他一定宣称说 我这个很棒很棒 可以把这个质疑 你先质疑他 真的吗 对不对 我们看 第二个就是 那他是怎么做到这个结果 Approach 你一定是 比如说蜡牛手 你一定是 经过了不同的斜面 不同的条件 才得到这个结论 你怎么Approach 对不对 那所以一般客人 大部分大家都可以做到这两个 可是下面这两个 你不一定有没有 竞争性 有没有竞争性 譬如说你做的蜡牛球 跟别人做的 就是你做的这个 有竞争性 那再来 好处在哪 蜡牛球 我做的半天 对人类社会有什么好处啊 这个就 要去想一下 像刚刚那鬼并 它有超导体啊 所以Nature Edict 就发了 因为它超导 而且鬼并那么简单 转一下就超导 这个 那是不是室温超导 我转一下也就是室温超导 是不是 所以它的重要基础 不可能会而遇 所以你就要去想 你的好处在哪 有什么好处 所以一般我们在平客展 就是用简单的原子 VMBC 那我以会校 因为会校这次得到特优 好 这个是维俗老师知道的 然后呢 我们来看一下 它的题目就是 配重远盘 这个和倒转时间的探 所以它可能转转之后 会翻转过来 那我们知道 翻转过来 一定要有一个 灵界值 一个条件 所以它 那不错 当你在这种条件 永远不会翻上来 好 当你是这样 然后它的数据证明给你看 所以基本上 以这个课程来讲 它能得到这个结论 以高中生的这个年纪来讲 相当不容易 对不对 所以我们来认真看一下 它有达到哪些效果 第一个 它有没有找出一些公式 还有 第二个 它有没有达到 它这个目的 翻转 探找翻转的 过程 有 第三个 它有没有竞争性 有啊 因为如果 知道怎么翻转 然后我就调回条件 谁让那个条件一直存在 它就一直不会翻转啊 或者它会一直翻转啊 对不对 啊 最后一个就是 那它的好处在哪边 那是通责吗 这个 这一点就 在作品说明 就看不到 因为毕竟它只focus它自己 它还没有跟世界上 很多的人的研究一起比较 比如说 如果它跟非凡比较 跟没有比较 然后一起比 哎 发现我们这个就是好 那看这一点做 所以其实用这个法则 很容易做 稍稍就会把一些 这个作品 好好的 不好的 塞出来 好 当然 我们还要看它 这个实验数据也 已经成功了 所以大概就是这样子 不过其实这件作品 是做得很好 因为这作者只有 一个女生嘛 好 你看我们三个裁判 这个问题 请问这个女生 好 可以回答得蛮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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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接下来我就 就回到1902年诺贝尔奖的故事 我就带领大家去欣赏 你看这个1902年诺贝尔奖到底搞了什么事情 好 你知道诺贝尔奖的题目 它 为什么还想诺贝尔奖的题目 太重要了 它一定是解决了当时什么什么的问题 好 好 那我们现在一起回到1900年 1900年 就是连电子什么都搞不清楚 原子是什么样子 可能是葡萄干 都搞不清楚 就知道原子是一个很小的单位 所以 当时就会有个问题 就是 到底原子那一部长是什么样子 这就是一个好问题 可这个问题非常难回答 对不对 即便是现在也正当回答 所以你看 他们就问了一个好问题 你看都不知道 就是因为不知道 怎样都不回答 到底内部是什么 不知道 那当代的花学家 那当代的花学家倒是很厉害 他们已经 各式各样什么燃烧啊 光谷啊 都做 他们想到一个办法 涂光 任何元素刷都会发出 颜色 对不对 那这个颜色 已经跟他内部结构有关 所以他们就猜到 我可不可以用光 来做原子结构内部的量测 所以你看他这时候 他要解决这个问题 他已经想到量测的方法 这是他想到的 而且你没有这个量测 还真的像霍尔 后来这些东西他都做不出来 波罗要显出亲眼的模型 他一直做不出来 波罗一直想破头啊 拉在乌给他这个题目 他一直想不出来 就有人跟他说 你要去找化学家聊 化学家最会做事 就他去跟化学家聊 化学家就说 光谷啊 我们光谷都吃的好了 什么 什么纳原子 都搞破长了 全有啊 波罗是看到那些光谷之后 才开始猜 哦 会不会是这样子 所以他一定要有些 证据 有论 对不对 他用三年镜 他最多的光谷 啊我们的一般的纳人 就是用收铁 所以他可以帮助 这个黄色的线 对不对 所以 对光谷而言 我们最早想到的就是三年镜 对不对 分光谷是分数的光谷 所以你看我现在在讲什么 都是一样是光谷 可是是量色方法的感情 那这位化学家做了什么事情 他的光谷 他发现我用光炸 我用光炸 就是双辖红 三辖红 四辖红 我用各种辖红 我比三年镜好 所以你看这属于一个重大的 感觉 因为你还是用三年镜的话 你就是分不出来 那你分不出来 你一直在那边做做做 那永远做不出来 所以你一定要量色方法改进 所以他这个量色方法改进 然后去量三年镜 再来 第二个 他抓到一个重点 就是说 他发现不同元素 自己有自己的特性 就是说 不同元素好像有特定的光谷 发现了 那他们却猜测 诶那可不会这样做元素的齿纹 会不会说 今天位置的东西 发出这些光谷 那就叫什么元素 对不对 我们现在知道某个 远方的星球 是什么元素 我不就是这样做的 啊 了不起他有个什么 蓝异 红异 稍微讯退一下 他调一调 哦 他就是地球上的元素 基本上也是这样的 可是呢 在当时你是不确定光谷 为什么这个元素 哪会发生光呢 都不知道 都不知道 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那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轻原子光谷 轻原子是最简单的 那他的光谷线你看 这几条可见光 那因为他有紫外光 可是紫外光一般开始看不到 看不到的东西你就不会在意 所以巴尔默他就开始拆哦 所以你看 你这样看 如果你没有想象的一名 你就看到这条浮线 好像有点像那个味道 对不对 哎 他竟然可以拆出这样的光谷 那这光谷呢 再把它转向 按照这光谷发现 其实后面还有很多 只不过没有看出来而已 罢了默的光谷 罢了默的光谷 那当然有这个光谷出来的时候 那个基本上就是味道就对了 对不对 这个味道就对了 对 所以你看我们把这光谷线 再调整一下 再把它带进去 你后来就会发现 好像会只是这三条四条 好像会有很多 对不对 所以你这个东西越挖越神 你就会发现好像 你找到一个 truth 对不对 那轻原子发出来的光 其实比较像这样 因为它真的比较强 你虽然有其他光谷 可是毕竟还是比较强的东量 对 一般你看到的是这个 所以这时候 理论学家就要开始解释了喔 好 那我们要解释 光谷要怎么解释呢 你就想办法跟物理学震荡 结合在一起 会不会是这样 有些带电粒子 它在左右这样晃 它这个感觉这样子晃的 这N-type N-type 跟平行的 N-type的这种合成 好像 平率会比较高一点 所以可能这是高比 还是低平 所以 我们就可以开始有一些 这种猜测 所以这个模拟方法猜测 就会出现 那这个是 我的指导教教给我 你看我会做动法 就借我 那我们现在就回过头来看这个 光路线 你看你都凄惨 你很难研究 对不对 所以我必须要把问题 focus到非常简单的元素 也许也许就是 钠也许就是一个元素 把问题降到最简单 所以我们就考虑 钠灯 钠灯有个非常有名的D-line 对不对 我想物理跟 物理系跟化学系 应该就大一幅 应该就有个线 D-line的线 你知道吗 就是那个钠灯 那个光照看 你会看到两条光子线吗 就是 那一道黄色的线 你认真看一下 其实它是两道 这时候就看出科学家的意外 不意外 你想想看 一般人看到这样就 就这样 两道 就是这样 可是Z-man 他就不会这样想 Z-man 就想说 那他这个光谱线 会不会跟磁场有关系 我如果给他这样的磁场 会不会改变 这是他的猜测 所以他就加了一些强磁场 结果你看 光谱线变大了 你们看到 再看一次 没有磁场 有没有 是变宽啊 再看一次 没有磁场 变宽啊 所以有没有关心 有 可是 是什么关心 不知道 那这件事情被 所以 因为他是 conference 他就讲 Z-man在上面讲 罗认子都在下面听 他回起 一花两天 就把公式算出来 罗认子马上 就把公式算出来 啊 普现变宽 好 知道怎么回事 所以Z-man 包包完了 罗认子立刻把他写出来 所以他是 非常厉害的目的学家 非常非常厉害 所以他们为什么都只有两个一起合 合起来知道 就是这个贡献 那他的想法是这样 他说 物质内有带电力值震荡 发出光线 你可以视为 三个维度 比如说这个维度 这个维度 这个维度 三个维度 好 那你今天外加一个磁场 逼这个磁场的方向 OK 那如果你对我原来是维度 可能是不影响 可是你对另外两个维度 你有可能让它变慢 让它变快 所以你高的地方可能会变高 低的地方变得分离 这是他立刻起来 所以初步就可以解释 刚刚变快这件事情 所以他两天就解决这问题 那他为什么会变快呢 其实不是变快 是他那个线 其实变两头 是分裂 分裂的 分裂的只是说 当时量测量测不出来 那怎么办呢 这条路走不通 你知道吗 一定要用到吗 我用隔不行吗 我用其他元素 就分出来了 就把这个时间做出来 所以这个就是量测的磁场 可从不行的磁场 所以大家看一下 这篇论文这样看出来 它里面有几个重点 他发现 这个代电粒子好像有一个笔值 赫子笔 然后这赫子笔好像跟元素没有关 不管任何元素做到赫子笔 好像都是一样的 跟离子好像没什么关系 而且要比离子大张一两千倍 对 那好像各种物质都有很轻的这个例子 好像叫电子 所以那个电子的名称就快要出来 所以各位 你要要好DATA 还要什么 还有两三个重点 你看这里有三个重点 对不对 创新吗 有故事吗 因为也可以重复 我觉得那还蛮重要 对不对 所以他们就得到诺贝尔奖 各位 你现在只是看到他解释这个 那实际上真实 以现在最新的科技来看 这个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这一定要到最后量子力学出来 才有当初成熟 当时量子力学还没得出来 九二都没得出来 当时的这个两条line的原因 就是因为NAS11 就是它最外层子有一个电子 那一个电子是S为的电子 那如果激发它是跑到P轨域 那P轨域掉到S轨域 基本上只有一条线 那为什么这里P轨域它会分裂 这就是BANTA有名的Spin Orbital Coupler 电子会叫 电子它会有个角度量 电子自选也会有Spin 两个interaction之后 诶 就分裂了 所以那两条最重要是这个原因 Spin Orbital Coupler 那如果我今天外加强指掌 我就帮它指掌 各位你看 它每一条它给你分裂 这一条它分裂成四个 这条分裂成没有 所以你看这一条 其实它是分裂成两条 两条 这一条它其实是分裂成四个 六条 所以它其实是这样的 所以各位你想想想看 1902年的时候 怎么可能会知道这个 不可能 可是呢 它用一个非常浅浅的原理 简单的理论 它可以解释电话 基本上这就是一个进步 它做了太多假设 什么 回到那个角度量量子画 什么就是过原理 什么什么 真实的量子力学 都不需要再假设 从基本原理去画 所以 所以 你看它这个 这个就是实验的故事 所以我历史是一个 课展的完整性 然后就要这样 就要这样 这样 好 接下来就是比较轻松一点 让大家看一下 要怎么躺进去 我觉得 要进入一个领域 要遇到二品 那比如说 这是我带我学生去 张振雄科学大学 张振雄教授 实验室 实验 然后呢 这个是我在陈柏翰 他去台东洪加辣椒 我问你去教授 我们是去开会的时候 刚好认识 他偏不知的在我旁边 因为那时候我想测 那个油耳醇 因为我知道那个 蜡虫 就是跟 为什么也有 就是吃了塑胶 会产生油耳醇 所以我急于知道 要怎么测量油耳醇 所以我就问他 诶 我发现他在做感测器 我就问他油耳醇 就不会测 他说可以 可能用捏什么什么 就可以测 哇 我只是问他问题 他就告诉我答案 那我说 那我回国之后 可不可以派我学生去找他 做实验 他说好啊 我就派学生去 但是学生很清楚 台北到台中 台中是礼拜三去 礼拜四晚上回来 因为你一定要花一天 在那里准备sample 我说要烤炉烤一烤 烤箱烤一烤 烤箱烤一烤 然后才能 隔天早上才做实验 下午再测的时候 两次了 这样过了一年 测了一大堆一天 所以我们就分工 我帮他分清一元年 这样子 所以故事告诉我们 可能专家教授合作 进入研究理 最快的方法 不要自己找 搞不完 太难了 像我早上跟你们 教授合作 光学很强 像我现在带他去做一个 氧化性薄膜 斗瓶吸毒元素 我们当初只是猜测 斗瓶吸毒元素的磁性 那会不会光打进去 有悬光性的问题 我们只是这样问 去测 结果这个上个礼拜 实验做出来 真的有影响 右旋跟左旋光 是不一样的 哇 我们都高兴死了 所以认识他们两个教授 往胜入实验 真的啊 我自己想半天 我也想不出这个问题 直接找他们 知道 那这是陈国安同学 他有上了右手高学 他特初选拐 最后他选新浪材料 你看他从高一的时候 就做了这些 好 那最后 其实大部分就是 电话学的一些 光是美 好 那慧华台语 好 他有做配爱 这样子 一个中等奖励计划最新的题目 好 大家可以看一下 就是洋花筒修饰洋花心 好 检测不知道 然后这个就是我刚刚讲的 做那个 光学 转换局在北海分析洋花心中比赛 这个其实已经做不出来 这个做得这样 这个都可以发动 然后这个 另外一个是 我本身这个也做了 是不是 量级电脑的 所有演算法 的所有 讯息上的破产 我发现 我们用不同基地展开 才讯息就不一样 那再来 就是有些清楚方向来 真测 用运光来真测 污染物 好 那最后这个就是 AI 就是变色很多 看很多样子就知道 你这家人是谁 那科展题目的订定 当然就是早期看 我有订NATURAL的期看 一年三千多 三四千多 一大堆NATURAL期看 你如果愿意翻的话 真的非常多 SIGNS期看 生物期看 这个我蛮推荐的 这个是二线 就是NATURAL SIGNS 下面才可以预过 包三包还是都有 所以重要的是 它是free的 它可以随时都download 你NATURAL SIGNS 你没有付钱的还不行 IP好像三十多块 这个是free download 上面各种屏幕都有 有火山的啦 海洋的啦 污染的啦 都有 我是觉得你 如果要研究一些新的题目 可以重新看下去 当然剩下就可以重 这两组书籍 然后我 我就列了出我 自己的一些书籍 像这本书 这本书 这本书是张震鸣 就是叫我来的 第九版 我看了我快吓死了 一翻开就是我要飞机的那些 你摸摸光学的一道 两张真的要出去 三色大色怎么算 左群右群光的 像在这里怎么算 就是我要去研究明暖 潜心地土土 那我如果没有这本书看 我就要看其他乱七八糟的 都臭臭丝丝丝丝丝丝 所以人家告诉你 这本子就质量很清楚 那其他就是看你要赚什么领域 像如果要 各位化学老师要做量子化学 这本上中下三层 他就把量化学的东西写来清楚 理论计算啊 原因 然后呢 昨天傍晚的时候 那个新竹的 新竹的那个 那个叫什么 做水堂 他打电话跟我讲说 他们要结束一页 每本书二年五折 这四分之一啊 我就跟他说那你帮我留一百本 然后整个领域 他说哦 我没办法啊 因为现在都很乱 他问他跳到几点 他说我跳到九点 我立刻车都撒入住 我中间就 报到我的极限 就是 人家买的时候 都一本两本挑 我去这一座 这一座 这一座 都是 然后车就给你轻打 然后就 好 这是最新的书 像这本书 我昨天稍微看了一下 我看了 我看了 特种稀土元素的花光元品 我就找到我要看的S3 S3 他说是假的 全部写的金银土 所以你看 你若没有在三宝的书记 你的研究品很难免 所以我再简单秀一下 你看有这么多 那这一本 刚刚中原大学教授也看到 他说 哎 李公安你可不接我 这个 他说好 就买了这些 就是 然后 Python 因为我们最近也在过AI 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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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做一点 然后 一些量子力学 那 这本书 我很特别介绍一下 一般的电子学 都是从 净磁场 来直接 编辑问题 真正到最后 Mustle Equation 的时候 就是学习快接触 所以大家电子学常 到最后拨倒子都没有学 所以可以回去也学一点点 那这本它是从应用情绪吧 它是先前到最后有过去的 所以好像不错 那这个就是 如果说要找歌仔题目 我看很多领域 比如说 旺宏 旺宏的佳作就是说 也不错 可是还没有做完 像陈伯安的飞机在这里 因为当初我们要找一个 是找 N-type 要P-type 一直找不到 那做了三次集中 一直找不到P-type 后来我们会教授 教授的时候 可能要有计划物 要比较有P-type 所以这个就很难找 因为你有P-type 和N-type 两个都在一起 就可以找出来 所以可以从这个科展 还有中等讲的计划 这个就做什么 其实你看 你看如果要找科展题目 你看这一点 它都改良那个 铁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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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铁阳体法则 什么遍体 盘的 要除掉 这脱缅 割的废水 好 这是他的题目 那我干嘛要除去割 我可以除去铁啊 对不对 我把那个理事 只换一换五就是一个题目了 对不对 所以其实你一个题目是要读一读 你就大概知道 哦 大家读你个 那为什么是个 为什么 那其他有没有效 然后铁也有效 对不对 那个同 同一个color呢 你可以找找看 所以你就会发现 你的题目读一读 其实你已经有个sense 那我们换其他方法 所以 就是说 如果真的要找大量海量的题目 就是国际科展 因为国际科展要能进去铁 它有初选 所以你初选 如果被刷掉了 那就代表你这个旅行 所以会进到后来就是 但是 有一定选择 而且看起来很不错 所以这个国际科展 这个 我建议大家可以马上去看 还有 会议两期 那这个是我 2019年发表的 这个 材料计算 那2018年的 高商贵已经出勤了 所以很精彩 这个我已经去 韩国的国际会议报告过 那教授直接问我 那效率多少 高商贵多少 他就问我为什么 就不知道不知道为什么 我问了不然之间 然后他就问我 国际行不行 我当然说不行 他说为什么 我就直接跟他讲 就是应该以往 所以你如果不是很熟 那个 新大量讲 教授他们真的很熟 自己问 诶 什么可以啊 大家知道这个图有多少图 你才能看有多少图 我说多少张图 图片 图一图二图三 图一图二图三 我们A B C D到 自己排不完 不够 所以你看看图有多少 几乎是 大概要七八十张 塞在一片上 这是高商贵 那这个2017年的 图决 你进行财量 那这个是实性 实性的一片材料 好 那最后 最后 第一节课结束 我先用这个 我让大家看一下 我怎么做的一句 建立一个 自己的云端资料库 你看有什么 有物财物理 有量子力學 有物理相關領域 數學 一大堆 各校開放社會 第五交大 新大他們都有自己課程 你可以自己去聽 那我也是聽一聽之後 原來他們講的是這個意思 所以有些教授 這個講義也會做得不錯 然後最後 我介紹一下資料固診 這個恐怕是 各位 很難得學的一個經驗 我做高昌合金的時候 我的第一個任務要把 歷年來所有高昌合金的配合 download下來整理 大家知道他有多少篇嗎 上千篇 上千篇你如果都是按照他的 格式隨便 download下來 你根本不知道那一篇是什麼 每一篇你都要打開探點 這樣不可能 你不可能這樣玩 所以我教大家一個方法 做我自己發明 就是你一定要用年份 因為年份是最好的風格 2018年 第十三期 然後第幾頁到第幾頁 然後是什麼期桿 比如說我是 就是plasmonic 這個電極化紙的期桿 那這個是研究電極化紙 在一個透鏡上面的一個問題 所以這個就是年份 卷數夜數 期桿名 後面就是那一篇 paper 你不要全部放太多了 那配合名字那麼長那麼煩 就挑幾個重點 他講plasmonics 他講ling透鏡 他放幾個關鍵值 這樣子對我來講 你看我這樣一排下來了 什麼 interrogation 2018 possions 清清楚楚 如果我要看 Nature的 是Nature的 然後題目的 然後什麼題目的 我一下子就可以找到了 因為這樣 要不然这个Diabase整理起来 你如果这样建好 你还可以把它建立一个e-sale 像我那几百天的论文 就建立一个e-sale 我也可以搜寻 我快速搜寻 我要找这个Network Network Diabase就是这个概念 这个是我自己建的网站 所以大家如果有兴趣 可以点一点 其实我 我可以放的我都有放 那维分方程怎么解 我有布营 然后也有奖励 周创那些 所以如果 要做一些 程式怎么分析维分方程